以下節目指標及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評,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以後到了和大家一起報美劇的時間 今次要說的是 You!安眠書店第三季 這部作品改變成Caroline Kebner的同名小說 第一季由Lifetime電視台出品 第二季就變成了Netflix的原創作品 You!安眠書店第三季 一共有10集,每集大約50分鐘 第一季根據小說的故事改編 第二、第三季依據小說作編作為藍本 但小說和電視劇的故事已經是各走各路 我建議大家看劇算吧 今次You!安眠書店第三季一口氣 用了10小時就看完了 有當時看第一季肉霸不容忍的感覺 中觀第三季沒有令我失望 上半部份劇情都緊湊吸引 還有Joe終於看書 新出現的配角都很有性格 新的受害者也沒有第二季那麼悶 還有我挺喜歡《反應苗大叔》的單元故事 他的故事是說得出另外一種欺騙式的婚姻 會帶來什麼的後果呢 說到尾,整個故事的主題就是 反對愛是幸福的 來到下半部份就有少少拖的情況 大家都不斷交換拍檔出軌 為何大家都不愛大家 猛仔,因為大家都是人類 雖然是這樣,但比第二季好太多了 上次的第二季,我的觀感非常一般 他有很多邏輯救病的地方 特別是Candace的角色 他是整個第二季的最大敗筆 但是故事的橋段安排 是幫第三季下了一個非常吸引的前設 所以我對第三季是非常期待的 上一季結尾,一直鍾情於Love的Joe 得知Love的真面目後,突然之間不喜歡他 Joe是喜歡窺探別人的 而當他發現他是被窺探後 那個支配關係的轉變令Joe接受不了 逢是Joe支配不成的女人,他就會懶惰他 而今季就說Joe和Love要組織一個新的家庭 劇集慣常地用Joe的旁白 用You形容迷戀的對象 上季Joe用You形容Love這個角色 今季就沒有了 Love再不是他心目中的You 而只不過是他孩子的媽媽 上季的結尾,Joe已經對Love失去了愛 但是為了未出生的BB,留在這個家裡 他有一個執著就是我不要成為我的父親 故事刻意展示Joe的童年回憶 但是我就看不到那段回憶和現實的關係 如果他能夠將過去的回憶變成他壞爸爸的虐兒日常 我覺得故事更順暢地走下去 Joe不愛這個老婆,但為了兒子而撐下去 這場婚姻就是我的監勞 這也有很多男人對婚姻的看法 對於小孩本身是由預期中的女兒變成男 原本珍愛的love變成他討厭的人 太多控制不了的事,而Joe偏偏就是一個控制人 這就認得身分不久綱為孕婦的Joe受不了 單單是第一集,他又找到另一個true love 但就是因為婚姻這個監勞,他得不到手 而本集結尾一場突如其內的意外 你都令他更加體會到那種難以忍受的壓力 我只不過是精神出軌一下 你的真愛就會被你老婆殺死 Joe和love每一集都是想著 他究竟會不會殺我?他究竟會不會殺誰? 總括而言,整家人都是神經的 我自己就挺喜歡第二集的套路 Love突如其內的老伙隊倒了他的鄰居 但就叫Joe來,拜託你幫我收拾手 然後Joe很無奈地說,你先知道什麼啊 你見這兩夫妻的吵架 就像日常普通的夫妻吵架 但他在說如何處理鄰居的屍體 我覺得這一種情節充滿著黑色幽默 有點像小鎮之味的陰森恐怖版 由第二集,Joe和love在地下室吵架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love和Joe在性格上的分別 兩個人都是為外癡狂 但Joe的殺人動機很理性 他想過後果如何不被發現 但love相反是衝動行事 用情緒主動殺戮行為 今季多了很多黑色幽默的部分 補回上季劇情太悶、太無力的問題 今季他們兩個人殺人的後續發展 Joe找到一些埋屍地點 反而被love質疑 為什麼你找得這麼快? 你是不是想要埋屍我? 兩個人在夫妻庫都說 我真的想殺死你 但他們說的不是比喻 而是真實的話 挺好笑的 及後Joe在野外被迫解放 他的原始慾望 和後段4P走火事件 都令到我覺得今季有一種很特別的韻味 就算是這樣 其實Yu安眠書店 一直都只是一個 講英文的TVB劇 我自己會形容為 他會寫得非常緊湊、經濟、吸引、好看 但非常多不是 他絕對不是一套神劇 但你看一定是情有獨鍾的作品 特別是我對Joe這個角色的喜愛 他亦會讓我反省一下我自己的價值觀 這個人變態,瘋了 為什麼我還覺得他挺可憐 甚至乎挺喜歡他 整季他用婚姻做主題 Joe口說我要尋找真愛 但我們看了三季 我們知道Joe只是一個 一直是移情別戀的賤男 在今季所說 我真的找到我的真愛 難到結婚的地步 但在婚姻之後 沒有了愛 這個婚姻就變成人間的監獄 這個和Joe的地下玻璃室 都成為了一個影城 想逃出玻璃室 也暗指著我想在這段婚姻出軌的意思 今季他分成上下部分 由精神出軌和肉體出軌 去講述這段婚姻的狀況 上半部分是說Latalie的命惡 Joe對Latalie的精神出軌 後果就是你的True Love 會被你老婆殺了 有趣的是我們會在這季看到 Joe和Love的關係導致 Joe一直都是變態情人 但今季終於說 Joe要去提防另一個變態情人 都因為這樣才發現原來我自己是一個變態人 下半部分說的是新的True Love Marianne 今次是說Joe和Marianne的肉體出軌 同時Love也和Zio肉體出軌 到後來再帶回一個開放式婚姻的話題 就是他指出即使你肉體出軌 究竟會不會由其他方式去維持愛情 只不過是後半部分拍得太亂 我看到的就是所有人都出軌 這是災難性的火車出軌事故 劇情下半部分又去到好像第二季 角色一直來來回回,不斷聊天、吵架 雖然是這樣,但劇情後半部分 即是你見他們兩夫婦互相合作殺人 互相反叛,想對付對方 這些是在美劇比較少見到諷刺愛情的那種黑色幽默 我看過原著小說 感受到的,這並不是原作者的原意 原作者只不過是想寫一個很普通的愛情經歷小說 誰知就被電視台改編成 如何由一個心理變態的情緒去領悟出愛情的黑暗 第三季,他用了雙主角 Love和Joe 兩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大家明明就是soulmates 為何不能長相私手 我不知道在哪裏我曾經聽過一句說話 愛是因為你在對方看到自己的影子 同樣是因為你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生成了恨 看到這裏,大家都是真朋友 我想看更多劇集的review,可以subscribe 每逢星期一都有廢物,10分鐘 跟大家說一下煌劇心得 如果有一點點,留言歡迎在下面留下 還有記得like and subscribe,拜拜 weil 對 如果大家可以去年有些人,我不會再試一下 會不會再試一下 會不會再試一下 如果大家可以去年,日曼